太迷歪了 这两个人 我是Saba 这一周工作挺忙的 压力也很大 我就觉得要放松一下 我个人的话 不是喜欢睡浪觉 反而是觉得最好的放松方式呢 是早点起来 调到水里呢 所以 现在还早 早上六点左右呢 讨厌阿萨路易 也还在睡觉 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呢 来游个游 跟我一起吧 这片海湾是Red Leaf 离甲不远 以这忙碌的工作后 看到蓝色的水 潮汐 我就会平静下来 如果你们想的话 也可以调到水里游游泳 试试看 会很放松 我刚才在想 回家的路上应该来杯咖啡 也帮陶欣买一杯呢 可是发现 周六这么早 他们还没开门呢 那我们就在家里弄一杯吧 平时工作很忙 所以周末的时候 我用更多的时间陪陪孩子 这是我的第二个孩子 Louis 她总是家里最早起床的 我们会先玩一块 等一等 隔隔起来 早上七点半 我的太太去做雨假了 我家家里也不能拉下 便带孩子 便运动 叫什么呢 IsraelitesAlex 种牧 也是我替家人做杜菜的集会 一大早 我们就要去这边超市 买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这是我的大儿子 阿萨 他好像有点饿了 我先打开一袋酸奶给他 是你的愉快吗 是 哦 蜂蜜蜜蜜 我们家里有蜂蜜蜜蜜 好 我会做的 我饭了什么 你可以吃 我们做的 我和太太的早餐是面包 烤番茄 蘑菇和菠菜 刚刚回来的炉上 阿萨已经告诉我他想吃什么 成为爸爸之后 我发现当孩子需要自己做选择的时候 他们往往能做得很棒 不是要我国度的干食 但卢依还太小了 他不能告诉我他想吃什么 所以准备阿萨的早餐是 也会送便给对嘴 算差不多了 他看起来也很喜欢 阿萨今天的早饭是红色的 正好国内过年 我也认为 是我看起来刚好看 孩子吃的时候 也就会刚开心 不知道路易在看什么 但是很认真的样子 我们现在呢 去哪里呢 美术馆 白兔美术馆 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美术馆吧 那谢你 应该是中国的艺术品馆 嗯 太厉害了这两个人 周末的时候 我也会选择到艺术馆来看展览 其实 悉尼本地有很多很不错的美术馆 这一家White Rabbit 主要是展览来自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我个人欣赏的是徐建雕塑 Hello 系列 看起来路易也对他很感兴趣 有什么展 铁观音吧 现在什么这种脸 什么脸 这种脸 什么脸 都无钻 好久没有吃 好著酒 现在呢 就去跑步 今天星期日呢 一般会常跑 今天打算跑70分钟左右 也就算是45公里左右 太久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吉利一间三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